11月20号 我昨天录的说的是11月20号还是19号 刚刚那个众音发的不对 我昨天说的是11月19号还是11月20号 因为我回家之后 今天终于感觉恢复一点点了 所以去了一下健身房 现在是晚上4点45正在往回走 到处都是碰空车在拐来拐去的 你们在干什么 练车机 他又靠边了 他又回来了 他打的右转向往左拐 Ruby 06 XD6 加油 哎 这个点如果有对面开车灯的话 特别开远光的时候特别晃眼 很朦胧看不清 本来路上这个都是灰蒙蒙 然后你这个灯光一闪 全蒙了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看那个 我前两天看那本书 这本书看我最近看书速度下降非常快 那本就是那个人类历史 他使这个名字翻译的真差 然后呢风皮做的也很差 整个耽误这本书 都 这个车可以啊 后边没牌子前面有牌子 这本书说从讲欧洲史讲的特别好 就他的文章也可能跟他翻译的这个人 水平高有关系 我觉得还只要他那个 原作者写的好 他是个美国的两个字 我忘了 叫什么 王东 还有什么玩意的翻译他没有 忘了 嗯 一点不刻板 有自己的想法里边能看出来 看历史之后呢 有一些 对这个事情啊 对这个 一步步为什么发展成这样 有直言片语的自己的一些感情在里边 就夹带私货 就这些私货呢 看起来就比较容易 舒服 看了一大半看到英国革命 就是为什么这个他们会产生议会 为什么会产生城市 为什么会 君主会要去跟那个议会会暴动 这些傻子君主啊 真可以 就这种有一个伟大君主之后 二代三代绝对就完了 我今天的洗澡的时候 我还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一代很强势 是吧 二代可能会见过一代怎么干活 他的人品 他怎么处理事情 所以有点这种印象 还可以 到三代的时候呢 在二代中 自以为是的淫威之下呢 一点 自己的这种想法或者是 阻断性都没有了 在一个很推的环境里边长大 就像现在如果孩子这种 给他太大压力的话 他自己怎么能有想法去 怎么能有气魄去跟别人抗争 从小他跟他爸不敢降罪的话 他出去怎么敢跟别人降罪 是不是 今天去电视房就感觉浑身无力 让这个酒给弄的 一个粥废了 再喝大了一辈子就废了 半时间好受点了吧 哎又开始想了 有几个朋友是不是 后边要 给我送行 要喝点 是不是 那真就给我送行了 就送走了 反省 反省作用也不大 反省反省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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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